我们首先来看女足的动态 今天人民日报就发布了一条视频 这段视频 是这个网友通过在自家的窗户上 然后拍摄到女足在封闭隔离期间 依然进行训练的这么一则视频 视频显示女足在隔离期间内 依然进行刻苦的训练 并没有说因为抱怨条件不好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就终止自己的训练 而且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女足全队都非常卖力气 对此人民日报感叹说 这就是女足精神 优秀又努力 要向中国女足致敬 人民日报在发出这则动态之后 很快就有近300万人观看 很多网友给中国女足纷纷点赞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男足就不训练了 当然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在回到了苏州进行隔离之后 男足在休息了一天之后 就立即投入到了训练当中 只不过 大家在这个时候显然更 愿意看到的是男足好的一面 而不是男足好的一面 对于男足可能表现好的一面 都已经选择忽略性的去带过了 因为你平时练得再怎么刻苦 到了场上 你不去跑 就像我们看到中国队 一比三输给越南队的那场比赛当中 咱们的几位一些核心的球员 包括左后卫王山超 然后前锋吴磊 以及队长吴锡等人 大多数时候 才用的是眼神防守 有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跑到位置上 更别说像王山超还出现在了 出现了原地 等着对手把球踢进了这么一个尴尬状况 漏掉了自己盯防的球员之后 还摊开手 所以这样的举动都引发了网友的集体不满 你平时练得在刻苦 但是到了场上之后 你表现成那个样子 那没有人能够接受 也没有人能够原谅你 没有办法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一个原罪 就是菜 而且菜 你的态度还不好 有意思的是 今天中国男足的队长吴锡 迎来了自己33岁的生日 结果还遭到了球迷的一片谩骂 吴锡在今天迎来生日 然后亚足连 也对他送上祝福 中国国家队也送上祝福 表示不如意的是 经常十有八九 可宇宇 人无二三 11年时间 代表中国国家队 出战了79场比赛 已经是同期出场的队员里面最多的 也是目前现役的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人之一了 还有一些足球记者出来洗地表示说 吴锡的态度以及职业精神没有问题 网络上对他的谩骂都是不公平的问题 不应该都堆在一个人身上 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不行 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针对他个人的谩骂和攻击也都是有问题的 与他的职业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他绝对刻苦 然而问题在于 不管你平时怎么刻苦 你在中超联赛当中还是在 这个训练场当中如何克服 但是到了对越南的比赛当中 也出现一个缩头躲球的状况 那么基本上就会毁掉你所有的努力 所以吴锡更应该去想清楚自己对 越南的那场比赛到底投入了多少 我相信只有他自己就明白 更为悲催的在于 男足因为自己的表现砸了自己的饭碗 现在降薪而且是更大幅度的降薪 已经成为定局 希望男足球员们认真想想吧 到底是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